马来西亚巴生慈祭之工举办慈哨班园园 孩子奉上亲手制作的汤园感恩父母 可以讲是我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 什么都告诉她 所以也是每次都不懂要怎样表达自己 我就趁着这个慈哨园园的活动 就可以表达自己想要把心理东西讲出来 那个品行在慈祭可以学到 因为我一直叫她就是摆扇以笑为先 青春期的叛逆要如何化解 孩子将课程中所学落实生活 可能她这一次来她只是记一两句 但是如果很受用的话 记在心里的话 我觉得那已经是足够了 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叛逆 会顶撞爸爸妈妈 然后自从接触了慈哨过后 脾气有一点变好 用爱陪伴慈哨 志工看见孩子的成长 是他们持续走下去的动力 大家耕耘真的是有看到收获 不一样的成长阶段 有不一样的成长 很期待大家可以继续 在以后的十年二十年 都会继续这样子走下去 每月一次的慈笑班提供平台 让孩子与父母找到舒适的相处之道 大爱新闻许宝玲 林翔杰 马来西亚报导 鼓励珍惜资源回收分类 地医生的南力量